嗨 Mark 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嗎 嘿 Siri 你知道全宇宙有六顆無限寶石嗎 大家好 我看很多在經營愛多美的人 都會寫下他自己的夢想藍圖 是什麼樣的夢想藍圖 就是這個夢想藍圖 一共會有八個終極的目標 然後再分別寫下他的細節 那我也來寫下自己的人生藍圖 我寫了兩項那剩下六項終極目標 我到底要寫什麼啊 經過我漫長的思考 啊我想到了 剩下六個終極目標 那就是我要來收集六顆無限寶石 讓我可以貪直消滅所有非法直消 老鼠味吸睛大片 這樣以後就再也不會有人討厭直消了 實在是太棒啦 女神經病啊 大家好我是Mark 其實今天沒有跟你說什麼人生劇本啦 也沒有跟你討論什麼復仇者聯盟 今天要說的就是 有沒有人曾經問過你 請問愛多美是直消嗎 你會怎麼回答呢 愛多美就是直消 只是它是一個會讓你害怕或討厭的直消嗎 我們簡單的看一下 愛多美就是直接透過網路 把產品銷售給消費者會員 所有會員都一樣都是自由消費 沒有消費壓力 也沒有所謂的重銷 不賺朋友價差 加入會員也才50元 還多了累積點數分紅 聽到這裡 那什麼是讓人害怕又討厭的直消啊 讓人害怕又討厭的直消 我大概分成兩種 第一種就是 非法 非法直消就是你常聽到的 老鼠會金刺塔騙局等等名詞 完全是以利益為主 簡單的教你辨識非法的直消 通常非法直消會有三個特徵 第一個特徵就是在你加入的初期 你還沒有開始賺到錢 就先花了一大筆錢 通常都是萬起跳 幾萬塊到幾十萬都有 然後第二個特徵就是 沒有實際的產出 所謂的產出就是指產品或服務 所以你可能會發現 完全沒有任何的產品或服務 第三個特徵就是 他通常不持久 我不是說加入的人不持久 是指公司不持久好嗎? 很可能在集完錢之後就消失不見了 以上這些特徵 很像就是在玩一個金錢遊戲 完全就不像一個合理的銷售生意 其實不管任何的銷售模式 你是走網路也好 或是走傳統生意也好 都是一種生意模式 而生意的定義其實就是 產生意義 老闆與客戶之間達成了某種協議 老闆提供有價值的東西嘛 解決了客戶的需求 而客戶呢是回饋合理的價格 直銷其實就是其中一種生意模式 直接銷售給你 省掉了中間的那些成本 所以本質上直銷是好的生意模式 有些人不喜歡直銷 通常是不喜歡直銷的這個人 所以請做一個能夠站在別人立場 替別人著想的老闆 解決別人的問題 而不是製造更多的問題 因為只會讓對方更不喜歡嘛 這就是我想說的第二種 讓人感到害怕又討厭的直銷 就是用錯誤的方式在經營 用不正確的心態 什麼又算是好的直銷咧? 一間好的直銷公司 就是能夠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提供品質好的產品 又能夠實現直銷本質的精神 幫助消費者省到錢 至少或是說提供合理的價格的產品 簡單的說就是這間公司所提供的產品 就是物美價廉 另外呢就是這間公司所提供的分紅制度 是屬於合理又公平的 能夠讓會員也有機會參與分紅 實現會員他自己心中的夢想藍圖 也就是我之前有個影片 收入公司裡面所提到的工具 所以選擇一個好的工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的工具呢就包括了這間公司的精神理念 還有就是實際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個地方 後面呢有我的聯絡方式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 欸你還在喔 你早死啊 但是在講得好啊 我實在不選錯 1個字幕 4個字幕 2個字幕 1個字幕 感谢观看